月底就要投票了 现在每个周末都是超级周末 无党籍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要启动组织战 将结合民进党议员候选人 合作跨区抢曝光 而连胜文短短一个上午 也跑了八场市议员的竞选总部大会 市议员摆出一对阵仗 迎接市长候选人柯文哲来台奏 场面一滑比一滑盛大 选战乐趣白热化 台北市母鸡秀应也发挥到淋漓尽致 没有人把作战计划在媒体前面公布 拜托给他 没有我们尽量有时间就尽量好 镜头前不能说的组织战 柯文哲启动 而原本规划十月底就要玩封的 议员站台形成效果不错 基层要求再加码 原地一名议员两次复选扣打 十一月起可以再追加 或是透过跨区联合造势 重镇万华的也能来市领北投参议咖 抢曝光 学和绿营扩张在野大联盟力量 而民调暂时落后 联赏文超级周末冒足全力 两个半小时飞奔八个竞选总部 我很感谢我的太太 因为我们场次实在太多了 我们今天光早上就八场了 所以很多天母一代 司令一代的这些朋友们 希望我们能去安排我们扫街报票请 但我们真的去不了 因为是分身乏术 谢谢高零 谢谢 上网不要跑一下 等等几分钟受访后 联盛文下一秒 已经被竞选团队催促跑跑跑 选情拉警报 联盛文只能努力追赶 记得詹评红周末台北采访报导